7月2日,徐珍微博超级话题突然爆红,其本人也在接受采访时集中回应了有关超话的一页话题。 谈及粉丝的厚爱,徐珍表示没想到能突然成为流量小生,笑称希望老树可以开心花把。 在超话中,一则徐珍机场独自取行里的照片被网友疯狂转发评论,网友纷纷指责徐珍助力之余,也称赞其行为是娱乐圈表帅。 徐珍7月2日下午微博中表示,助理小新已经哭晕在厕所,是我不让他跟的,因为山珍哥哥在日常更愿意做个群众,积极的事情积极做。 是学中国,下次我会穿更紧身的秋衣,帮我P图好吗?叔叔不喜欢G图。 接受采访时,徐珍也回应称,我的助理已经非常崩溃了,其实那天是我把他赶走的,因为我自己回上海看看我妈去,我说你就不用跟着我了。 在当天的插画中,网友纷纷感叹徐珍年轻时的颜值,被问及认为自己最美颜盛世是什么时候,徐珍自信表示,我觉得我在荧幕里都挺美颜的。 对于山珍哥哥眉头发只剩我们了的调侃,徐珍无奈称,好吧,我愿意这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